他心情上面很复杂 一种失落感 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他 真的很认真的描述一项政策 对市政你应该要有一定的了解 不要再只执着于这个吃喝玩乐啊 等等的这些 黄静音都还没有到市议会去就定位 可是他现在那个机关枪好像已经摆好了 但我觉得他心情上面很复杂 然后也有很多的想法 在现在对他来说 我觉得最大的是一种失落感 就是 你觉得有啊 我觉得有耶 因为过去八年你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接下来开始要交棒给下一个人 那我觉得对他来说还是有一些失落感存在 但是他也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所以那天在会议里面他也有提出很多想法 希望说 接下来我们在市政上面可以帮他盯上哪些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他现在能唯一指望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多的大的计划 现在卡在内政部 不管大巨弹或是社子岛开发案 其实这些都是 过去我们已经打了很久很久的基础 希望接下来的这个人可以好好做下去 但蒋市长我觉得他这几天的 选完投票的那一天开始 媒体对他有一些采访 或者是希望他可以讲一些 跟市政有关的东西 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他真的很认真的 描述一项政策给我听 或者是他没有对任何市政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觉得 虽然他可能在头痛他的小内阁啦 就是生不出人啊 或是人找不到啊找不起 但是我觉得对市政你应该要有一定的了解 跟一定的这个想法 那我觉得不要再只执着于这个吃喝玩乐啊 等等的这些 因为那天在交接的时候 市长送了他一堆那个书啊 什么社会住宅啊 或者是什么不同的SOP 因为以前是SOP狂 他就喜欢把一些SOP写成一本书 然后就把这些经验传承给 当做教材给他 但是讲师长送了他一系列的门票 就是那个看表演的门票这样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对市政有更多的想法 跟更多的解释 是现在市民希望可以看到的 也可以听出来 黄静莹都还没有到这个市议会去就定位 可是他现在那个机关枪好像已经摆好了 对讲师 请不吝点赞 访可贯 请不吝点赞 访可责